你有喜歡的人 還另外交女朋友 這...我... 既然你有喜歡的人還喜歡很多年 就不應該跟知心交往啊 只要你這樣子很過分 對那個女生也很不公平 我... 我真的沒有想到你是這樣的 下面 謝謝你救我 你請我喝飲料 下次我是不要回情你啊 好啊 請來請需要請到什麼時候啊 我才不要請你了 不請也可以啦 你開心就好 俊凱哥 你明明女人緣不錯啊 為什麼都是些爛桃花 我也不想啊 你就是太熱心了啦 什麼忙都要幫 才會招了一堆爛桃花 不是啊 呂小姐是新搬來的李明 不過是里長 幫她搬家很合理吧 只是我沒有想到她那麼熱情 一直邀我去她家說要煮菜給我吃 我拒絕啊 她就一定要請我喝飲料 你下次拒絕的時候就應該要強硬一點 不能太強硬啦 她是李明耶 死過臉不太好 那 那你就老實說你有女朋友啦 那我怎麼拿啊 我們 分手 分手 不是才剛交往嗎 真的分啊 我還想說 你終於交女朋友了 我還想說 我真的打算請你們倆吃個飯 讓你介紹一下你女朋友 但 剛剛交往為什麼分手啊 就 沒感覺 沒感覺 俊凱哥 你知道我最討厭男人分手的理由就是沒感覺三個字 好 因為我覺得那是男人在外扭花惹潮的藉口 剛剛認識看的對眼就叫做有感覺 然後交往了 沒有新鮮感就是沒感覺 沒有想到 原來你也是這樣 家瑛妳誤會了 不是妳想的那樣 不是 真的不是 那是怎樣 就 就 就 其實我 心裡有喜歡的人 而且喜歡很多很多年了 可 可能是因為這樣子吧 所以才會對志欣沒感覺 有喜歡的人 還另外交女朋友 這樣 我 既然你有喜歡的人還喜歡很多年 就不應該跟志欣交往啊 你知道你這樣子很過分 對那個女生也很不公平 哥 你明明是這麼溫暖的人 你那麼體貼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怎麼解釋啊 這 現在是解釋不了了是嗎 我 無話可說 我 我真的沒有想到你是這樣的 傻男 這 這家瑛 我剛剛就不該救你啦 還你 這家瑛 家瑛 我 我要怎麼解釋啊 我什麼都不能說啊 傻姨 我喜歡的那個人 是你啊